最近,在中东战场上,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火箭弹用极数弹头残骸,西方军事观察家通过对流有的英文字母分析,MCD二式型号名称PHL-81-1是指中国81-1是122毫米次型火箭炮,也就是说这是中国81式子型火箭炮配备使用的MCD二型极数弹头。 我们知道,国际社会有很多条例是禁止极数炸弹的,但是基本上也没有几个国家听,大家照样我行我塑造极数炸弹,极数炸弹又叫子母弹,是一种内部装有许多小炸弹的特殊炸弹。 炸弹炸开后,先是有子炸弹,子炸弹再炸开,又有很多钢猪来反步兵,或者是有反坦克雷来打坦克,高效却又极其残热的反步兵弹药。 这次被发现的极数弹药,其实,是中国为81式火箭炮设计的,当时设计之处是为了能够打击苏联人的攻击机群。 这种弹药可以配出我军的81式火箭炮,以及出口,的90是122毫米火箭炮,苏联出口比较多的BM21型122毫米火箭炮理论上也能够发射这种弹药。 按照设计,一般这种火箭弹,有35枚子弹药,每枚子弹药有1400枚小钢猪,也就是说一枚火箭弹可以打出上万枚钢猪,简直就是步兵收割机。 其实,这种弹药还不仅仅是为了杀伤步兵,西方观察家发现,这种子弹药底部有一个金属药形状,说明它还是一枚铺甲砂罢多用涂弹,可以拿来的对付轻装甲车辆,甚至T54、55这类的中型坦克。 目前这种中国制式武器已经随着90系列火箭炮的出口,而带到了世界各国,特别是中东战场上经常就能够看到这种弹药的身影。 而有趣的是,成系统的90式火箭炮操作起来并不容易,也不是一般武装bus能够拥有的,但是弹药却很容易的流到这些人手中。 他们将这些火箭弹中的子弹药拆出来,每颗小弹药,里面有1400枚钢猪,也是很有威力的。 这些人将其挂在,在中国的大江民用无人机上,扔下去的唯一显然比女毛球炸弹要强不少。 其实世界各国在中东都使用了类似的极数炸弹,特别是美国和俄罗斯使用量非常大,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